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们用歌声感动了评审 获得浑身组金牌以及室内组银牌 我们合唱团在台湾其实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对 那我们一直想要走出 走到国际上可以去到处参加比赛 到处跟人家交流 然后可以观摩别人 所以我们会 我们会只要有机会可以的话 我们会我们会想要走出来 重点是去看看别人 别人是怎么唱 那只是因为我们的行动上 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这样而已 其实在歌唱上 在努力练习的这个 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差别的 对 只是因为我们是 外表跟人家长得不一样 同样代表台湾 参加比赛的 数的科大表演性合唱团 成军只有短短五个月 他们以热情合作的表演 在黑人灵哥诗歌爵士者项目 拿下了赢台奖 出国比赛是一件 就是很好玩 好像看到看到更大的世界 要成绩揭晓不管是如何 有没有得奖有没有得奖都好 那至少我们已经让大家看到台湾了 其他参加比赛的合唱团 还包括来自菲律宾 印尼 捷克 斯洛维尼亚 以及泰国等地 大伙努力展现最具民族特色的表演 而台湾的合唱团 在本次比赛中获得不少奖项 成功在国际场合打响名号